然後感謝社長平台今天給我這個機會可以詢問鄭偉一些問題 那我想我先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然後待會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公司的影片 然後想說這個一分鐘的影片可以大致的介紹Hardspace 然後最後就再問鄭偉幾個問題 今天會有我代表發言 那其他的那個小夥伴也都是我們團隊的成員 好謝謝 那個我叫Frank 三年前從加拿大回到台灣 那我的本科系是心理學系 然後復修經濟系 就是莫名其妙讀了一個行銷 但是畢業後我就是一直從事行銷的工作 那就是但是回到台灣之後就有發現到 其實心理學或者是心理健康在台灣並沒有這麼的被重視 或者是病識感沒有這麼的重 那不像在國外可能聊天的時候大家都會聊到一些 我上禮拜去看心理直上 或者是說我那個心理直上朋友 或者是我憂鬱症什麼 都很難去探討這些問題 那所以就是回台灣工作久了 然後也離職了 然後現在希望能回到初中 就是可以運用心理學這塊 就是用我的行銷的專業去推廣心理學 這位是我哥哥 哈囉 他也是我待會講到說 然後我也就跟我哥哥一起 我哥哥剛好也就跟我講說 台灣好像缺乏這種心理健康的這種APP 然後我們也發現到說 在台灣好像也是比較少 就是可能聊聊無幾 就是有一兩個 但是幾乎全球都有這種正念冥想 或者是遠距諮商的APP 但台灣卻沒有 然後之後我們就創立了 Couchspace沙發行李 那這就是正式結合了這個 全球都風行 連大企業Google Facebook 或者是Apple TikTok 他們都在用了這個正念冥想的軟體 或者是課程 翻成那個中文版 沒問題 好謝謝 那我分享一下畫面 好 請問有看到我的畫面嗎 有很清楚 謝謝 好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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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找到内心的平静 并且让标语成为我们的日常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都希望能朝向这个目标去发展 当然一方面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创业成功 但是一方面是希望在创业的过程中间 可以对社会 帮助社会 那现在我可以先问郑伟几个问题 可以啊 都可以啊 时间是你们的 结构是你们的 是以发问的人为主 这个跟资商是一样的 因为第一次加入社创业是第一次跟郑伟 没问题啊 没问题 有点小紧张 好 那我想先问一下郑伟 就是可能像Touchspace 沙发心理这样的APP的理念 是否有符合台湾整体的一个发展 或者是政治的一个发展这样子 当然了 像因为我同时除了社创之外 也负责青年的参与嘛 那我们青年参与用的好比像说Let's Talk 就是由全国的青年 包含青少年 一起来决定说接下来政治发展的最主要的方向是什么 然后自己去跟民间的组织揪团 用神意式的方式进行线上或线下的讨论 然后来inform我们接下来可以怎么做 那所以他们像今年这个在Youth Hub这个网站 我有贴在聊天室 就发现说所有的青少年关心的就是以心理健康为最重要的题目 那这里面当然就包含您刚刚提到的 包含人具心理自伤在内比较一对一的 但是也包含像同侪员或者像团体 或者像一般的就是房间上学校提供的辅导服务 身心灵的疗愈等等 这些都被放在他们的关注的重点里面 所以我在应该是在两个礼拜后吧 会有一次那个Let's Talk的总收场 就是去把全国的所有的这些青年们 自己对政策提出来的建议 那这个就非常多 那因为他们每一场都会收到一些具体的建议嘛 那我们就会让各个部会 包含刚成立的心理师来回复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一起写出 让大家知道说 心理师跟一件新口司有什么不一样 以及其他政府的部会要怎么样帮忙的这个部分 所以不但是符合政治方向 可以说是引领这个政治的方向吧 可以这样说 来 静 谢谢 那青年也是包含了30岁左右的都 35以下大概都算是青年 那往上是资深青年嘛 不到18岁是不知道见习青年 反正概念上就是有agency 就是关于谁的事情就要谁的参与 那我觉得我们年轻的这一代 35岁以下的比较勇于去好像就讲说 我蛀牙啊 这个去洗牙啊什么之类 就是它是一个没有stigma的状态 比较没有stigma的状态 会讲说这个那我去諮商啊 我去身心灵療育啊之类之类 那above 35的话 多少有一点点stigma 这个也是事实嘛 对那 所以我觉得很多社创就是要靠比较年轻的朋友来做 了解 了解 谢谢 那因为我会这样问 是因为就是第二点就是 我知道远距心理资商可能是近年才合法化的 那但是目前的法规就是说 合法的资商必须在合法的机构 并且有换牌的资商心理师的通讯 才算是合法的远距资商 是 但可能目前申请数量还比较少 那流程上可能还会 应该很多了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是大家 对因为疫情关系 惨遭数位转型 所以现在应该 应该那个包含医院跟诊所都多非常多 对对 对好像大概有 应该是有二十几间 二三十间 因为随着诊所 就是都开始接受虚拟健保卡之类 那所以像精神科的医师 本来可能没有接远距的业务的 那现在也因为他们的医院或诊所 整个整合 就是虚拟健保卡 他们也变成可以先上看诊 因为我们的远距离心理资商里面确实也有另外一块是就是医师这边的资商 对所以如果你把那个算进去的话多很多 对对对没错 只是就是有发现到说 如果我们在创业过程中有跟心理资商联会啊 或者是有跟各个不同资商所有去了解一下 那有就发现到说他们现在目前好像要到要做远距资商的话必须要去读顾 然后去申请他们要所要用的通讯软体 那这个通讯软体只能是选一次只能申请一种 所以他们会为自己申请可能像Google Meet 那像我们这种第三方的平台就不太可能成为他们真正合法的一个远距资商 那你不能跳转Google Meet吗 因为我们是内建自己在APP上面是内建自己的视讯软体 所以就没有特别去坚入说要用Google Meet 那我就说技术上你不能吗 技术上是可以做到可能使用的体验会有一点不太好 因为可能有一些资商所是用Zoom 有一些是用Meet 有一些是用Line 那可能还是会有一点这样子的区别跟各种这样子 了解了解 所以我先厘清一下 所以意思是说当他要申请你的的时候 他会盖掉前面的变成他反而不能用Meet是不是 对对目前我据说听他们讲是这样 有两间是这样跟我讲 对他是这样跟我讲 他们会请上用自己的东西 因为我们卫福部的参考原则 并没有说他限制一种 就是说你追加新的理论上不应该盖掉旧的 就是那个得以固定通信 行动通信网机网路什么之类的 对那那但是是不是他的县市的主管机关 好像就是自己审查的时候 de facto就是实务上加了这个限制 这个就需要了解了这个你知道他们是哪个县市吗 呃当那家有一家确定的我知道好像是高雄 高雄啊 ok 对对对这个我想我们社创平台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了 我们在中央定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 嗯嗯嗯嗯了解 然后看来那个政委对这个也是非常知心 对对 嗯嗯其实我们是想要有 只是单纯想要诉求说 天真的想要诉求说 没有机会说 呃呃 呃 最后可以像国外这样子 可能啊 that kind of stuff 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地点 然后为了配合案子这样子 使心理智商成为更便利 就是让市场更活跃 也可以让这个成本效益更高 因为我随便Google一下 随便搜寻一下 我就看到有精神科诊所 或者是中原区智商的提供者 他有同时用Skype Google Me Line Hangout来提供服务 所以我不确定这个实物上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当然就是刚刚的我的假说是说 好比像说他在台北市没有问题的 那但是说不定高雄他在审核的时候 自己有一些比较严的这些规定 但您刚刚讲到的就是 首先就是他使用多样的软体 然后还有就是他不挑他的个案 或者他的心理师的这个实际在哪里等等 这个以我所知有一些实物上面 就是台北市其他的现实 我不是那么确定 其实上次是已经在做的 所以这是完全看他们的卫生局放到多宽 那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 很多卫生局他第一次接触这个业务 他就是比较保守 那所以这比较多人在使用 我觉得问题就稍微少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从中央角度来看 我们并没有想要把它大家绑在特定的品牌 因为不然就丧失市场的意义了 变成先来的那个人垄断全部的东西 这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我想在你的这点诉求上 我们I'm with you 就是我完全是同意的 谢谢 谢谢郑文 呃 因为其实我们也有研究一些其他的进 像是明依也有在社窗舞台上的 Farhark 还有像是逍遥心理 那我们也发现到近几个月来 Farhark把所有资商的字眼都拿掉了 那全部都变成课程 全部都变成 呃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有改变了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有碰到困难 呃 就是我也有跟他们Farhark前也有聊过 他们是说的确实情上会会有一点点困 是吗 可是他还是写心理资商跟医疗 他没有没有改字啊 就是他的APP里面就是跟他 呃 跟他三个月前是已经不一样 现在全部都改成课程 所以就是网站还网站还留着本来资商的 可能是 因为我有贴给你啊 在聊天室 对 而且他是写专业心理师耶 在网站上 啊 专业心理师他们这些都保留会写 但是好像用到资商这个字 就会比较尽量逼 是吗是吗 OK总之他网站上跟他的Social Media上面看起来没有 没有什么调整啊 看起来还是还是相同的 他的Instagram也还是写资商 那可能他的APP有调整 我现在暂时没有安装APP 没有办法reality check 但是总之就是实际上 实际上以我所知他们还是用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要点在运行 嗯嗯嗯嗯 因为就是我们团队也有人就是有有有在研究Farhouse的也有自身的在使用啊 那是的确啊 那是Header嘛 那Header的确也有发现到说 跟之前的那个形式有一点不同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 然后不要如果你手上有APP的话 就是 我手上有APP 讲成什么样子 好 那我打开一下哦 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 他合作的对象变多了 所以他的专业人士变成不是只是有自上心理师的拍照的 所以他才想要挑一个大一点的 哦哦哦我本人也是Farhouse的使用者 我很支持Farhouse 对然后 然后现在就是他们现在看得清 可以可以没问题看得到 就是他主要的页面其实就是主要就是抱抱教练课这样子 对那抱抱教练课里面都有一些贴标签可能看不清楚我可以念 比如说有一些标主标题是比如说这个是你是不是对自己身材太严苛所以这是自我价值类的他会贴标签 然后有的是比如说是跟工作有关的工作职场有关的标签 这样子 然后再点进去呢 对对对 再点进去就一样当然会介绍这一位专业的心理师这一样是存在的没错 那只是里面就会说比如说这个是跟工作有关就说那你是不是在工作职场上有什么问题 那这边可以open开 就是我们是一对一的 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然后可以开课程 那一堂课就是 就大约是先前资商的那个价格 这样子因为我也有体验过 然后对对对 就是现在应该是说 比较像刚刚讲的 在实际面本体上Farhouse对外都没有改变 一样是专业的心理资商 这边是有的 但是对使用者接触端难受 因为使用者接触端直接都是用APP体验为主 因为像远距资商啊 或者是像参加这些课程 但是在一点进来的页面 的确在这两个月有调整了 那可能就是像我讲的 他想要卖的客群变多了 对对对 可能用咨询的东西 Destigmatization 对就是我们的猜想这样子 但如果能推广给更多客群 我也是觉得很不错 可以让更多人受惠 只是我们也有在思考说 是不是因为资商 因为我们也有评估不通的 也有在想说 是不是资商这个用词 仍然会让有些人 却不这样子 我想这应该是Friend的想法 因为因为我 以我所知 他们有时候不一定是资商心理师 比方说 他们有一个什么主动放松 就是一位临床心理师在带 那对 所以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我猜啦 这是我猜的 不是我真的跟他们谈过 就是爆爆教练课 是一个比较软的名 然后会让就是 我们刚刚讲 心里还有stigma的人 比较愿意来用 那其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因为线上教学 这个在台湾是蛮蓬勃发展的 所以他自然有一个bridge进来 那但是如果他觉得说 那我资商是不是表示我自己 比起别人来上 有问题等等 也许他就第一步就比较难踏进去 所以感觉上好像只是一个branding的差别 是 是 是 这 整体 对 感谢那个 郑伟的分享 因为我其实也是蛮认同 那个方向 只是因为我们 这个APP的一开始的初衷 其实是希望推广是合法的智商 我们想把智商就是 normalize 智商这件事 就是变成是说 生活中可以很常见 好比说我刚才去做了一个电声教练课 然后 或者是我刚才去做了一个智商 心理智商课 去想要训练自己 什么 就是让他变成是比较像国外这样的 可以正常化一点 所以我们还是很想用智商这个字 但是可能因为基于现在的法规就是你必须在 你一定要在合法营业时间合法的机构 然后要在挂牌的智商所里面 你才能去做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未来会发展成 就是他不一定要在某一个挂牌的机构 或者是他自己可以出来 自己接 那他们可以安排 配合按住的时间 安排就是按住那边的时间 可能是晚上九点 按住下班后吃完饭 可以做这个智商这个动作 可能像这样子的 是有没有有机会吗 迪哥我不确定你的意思 因为 就是说明医他不管之前还是之后 他都没有主张他是心理智商所 对不对 他的主张都是他联络你到临床心理师 或智商心理师 对不对 那所以就是你跟那个 临床心理师或智商心理师中间的那个业务 是当然可能 还是智商的这些业务 但他并没有主张这个app本身是一个 治疗所或者是智商所嘛 他只是有点像是 就是怎么讲呼叫小黄 他并没有主张那个app本身就是车队嘛 对不对 以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对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本来就不受我们心理师法里面 因为心理师法里面特别在讲说 他不能够用的词 其实只有就是心理智商所跟心理治疗所的字 就是说就是你不能够做这个治疗或智商的这个广告 除非你是有这个心理治疗所或心理智商所的这个身份嘛 那所以我想问你的是说 好那那现在你的app说我想要这个做心理智商 那你是以on behalf of你的心理治疗师 就是或心理智商师的这个名义在做 还是你是以自己的名义在做 因为意思是不一样的嘛 一个比较像是你有主导派安全嘛 所以你是台湾大车队 然后我再找一个司机给你 那另外一个是比较像呼叫小黄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名义的状态 就是说他把available课程给你 但是那个广告还是那个服务提供者自己在做 他不介入这个中间的派案 对不对 所以你们是比较像哪一种 我们是媒合平台 我们是放这些机构去媒合案子 这样子 所以你们不会就是对派案没有决定权 最后还是按住自己选 对 OK 那你们的模式是 因为呼叫小黄是那个服务者可以付钱 排序到比较高的位置 没错 对 我不知道你们的做法 那那个可能后期会有这种广告的机制 但是前期 对 那前期可能就是筛选 或想要筛选地区价钱 然后什么样的类型 然后就先来先登 或者是后来先登 或者random 应该是说他们智商师他们在这边智商时速越长 或者是平分越好 他们就会在越上了解 就是标准的做法了 就不是可以用钱来影响的 这样子 在一开始 OK好 因为一定要有这个机制 他们才不会转到他们自己的平台 可是 因为这个 我不是在 我只在厘清你这个问题 是on behalf of谁在问的 对 因为 好比像说 我现在是一个 就被打四颗星三颗星 那所以 我的排序就没有在很前面 那所以我的诱因 难道不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开始跟我的暗主自行约定 跑去Google Me或哪里吗 对 如果 这就会自动淘汰了 但是从你们的平台看起来是淘汰 但从他的角度来看 就好像我去搭那个呼叫小黄 或甚至以前搭UberX 那个司机就说抽成很多 立刻给我一张名片 或说加到他们的LINE群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你这种行为 因为我们并没有阻止 智商心理师他自己来招揽 或者他加入多个平台 所以就是说你们 你们对暗主这边有value 我绝对没有任何意见 绝对是完全成立的 但你对服务提供者的value到底是什么 其实跟市面上还是会有点区别 因为其实我们整个APP最组备 就是这个正念冥想的课程 那我们会有一个会员制的方案 然后其实跟国外的Hotcom Headspace或者是中国的潮汐 很类似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 比较名誉近人的方式 可以去网络更多的使用者 不管是你想要放松身心的 或者是里面会有正念冥想 瑜伽课程或者是睡前故事 摆照音乐这些比较一般人能够接受 可以随时随地训练 所以这样子的客群 也是可以带动另外一个专区 就是智商专区的人 对 就你会有源源不绝的客源 这个没有问题吗 对但我跟你说我是服务提供者 我又不是特别被打五颗星 然后排在前面的 那就是说你对我有什么value 可能对于没有被打五颗星 没有排在前面的人 这一块的确会有 一定会要有不一样的机制 但是这一块 因为的确是有智商所有询问过我 那要是我这边人又少 然后比较少人使用 那是不是就会一直被排在下面 那我这边的讲法应该是说 我可能会跟工程团队去讨论说 是不是每个月或者是什么时段 会有推幅的机会 或者是会有一些介绍的机会 会有更多的曝光 我相信我们团队是希望可以 跟着它们一起进行成长 这样 OK 因为我提这个点是因为 这个五颗星它当然在创业初期 也许是好用的 但是在某点其实重点还是 暗主的需求跟服务提供者中间的 合制的程度嘛 那所以这个就那个dimension就多很多 就是说有点像是说 Netflix推荐我要看什么 绝对不是看它是不是五颗星 而是看说我之前看的 跟我接下来看的中间 跟其他看的人的那个趋向 是不是类似 所以它其实完全不是特别管五颗星 这件事情了 因为有一些所谓cult movie 所谓这个cult片 它就是因为要打零颗星才去看 对不对 所以当然我不是 我不是影射说 智商是有这样的情况 但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有的时候 它是非常看taste 那等到你们有比较多的 就是累积的会员的时候 然后我想这种分钟是必要的 因为它不是commodity service 不是每个人来都相同的东西 所以我具体建议是 也许有这样的话 你对你的服务提供者 会比较有value 然后那所以就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就是说我想从 县市政府的角度来看 它一定是延然后慢慢放松 除非疫情来了 它被冲击 然后一下放到非常开 所以我们现在南部的县市 正在经历这个开始放松的过程 而北部的县市已经放松过了 那就是因为疫情有一个rolling wave 的这个状态 对所以我们等这一轮 都就是大家检讨过一次之后 那我们特别是在 就是在职的这个心理支持 这个健全心理健康的 资商的资源或者是降低这个资讯的落差 这些都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Let's talk 里面 就是各个青年已经集结起来的诉求了 所以基本上你的诉求 应该是7月9号我们那个总收的一个subset 很难想像说这个 因为那些青年很多也是心理师 很难想像说他们不会提出类似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的你的诉求是说 没有其实这是不是针对你的平台 而是任何透过你的平台想要接触到 更多这个客制化媒合的服务的心理师本身 就有这样子的诉求的话 那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 带到7月9号的那个会议里面 那所以我今天比较刚想问这个 是谁是谁的问题是说 有没有有别于你的服务提供者 你自己想要我们调整的部分 因为这个就不保证7月9号那边有了 有别于我 就是说你的心理师 就是你的智商心理师这些 就是你的服务提供者 那他们当然对限制住职业 限制地方政府不是中央 限制只能用一种网路平台 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职业的时间 什么之类之类 他们可能有诉求 但是我蛮 confident 这些诉求都已经 我们那个都已经 青年署已经收过了 那但是他们 因为他们问的是 全台湾的青年 包含青年的心理师 在做这件事情上面碰到什么问题 那但是 我不确定 Let's Talk里面有 像你们这样的创业者 所以就是说 以平台经济的角度来看 平台提供者 这就是你们了 有没有一些有别于你们的服务提供者 想要我们就是做更多或调整的 那这一块是新的吗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平台的诉求 应该是我们平台自己想诉求 当然是希望说 刚刚正伟提到的那些诉求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乐见 因为那些有的话 他们也能比较好运用我们这样的平台 那可能再来的话就是 对于我们这样的平台 可能也有 也有 法规上也没有什么样的限制 目前是还没有特别的想到说 对于我们的平台需要放宽 或是放松什么样的限制 所以就比较像是水涨船高 就是说 就是对你们好的 也会对民意好 也会对这个寥寥对所有人都好这样子 对其实也是我非常乐见 因为我也是希望是一个很竞争的一个舞台 大家可以互相竞争 像富贝纳也会这样 自由的竞争这样子 也是觉得是很不错的 可以加速成长 对 所以你们以后可能也会打什么 今晚想要来聊什么 OK 这好像可以 那想要来聊是吗 好像可以啊 OK 好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比较了解了 就是说现在还是在把市场做大的这个阶段 所以你的你的诉求比较像是general的 就是越多心理师投入这个越好这样子 对 OK 可能我的诉求可能是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知道可能 目前国人对于心理健康的了解度啊 或重视度啊 可能没有这么高 然后往往心理智商总是最后最后的一个选项 可能从事上下都检查过 但是最后才去检查心理健康 嗯 那我也知道本来现在心味的预算 每个人平均才26块 嗯 那是否有机会可以跟政府啊 或者是 呃一起推广 呃让心理健康可以成为像 呃健身一样的一个国民运动啊 因为我们目前是有申请什么 每次创业补助啊 或者是有新创事业奖啊 这些的 那想问问就是证为 这边也没有其他的想法 或者是有可以引荐的单位 或者是可能像刚刚讲的Let's Talk 就是有没有可以接触啊 或者是合作的机会这样子 嗯嗯嗯 我想先厘清你的意思是说 呃希望呃 资商从本来的很后面的呃选项 跑到最前面 对 还是你是希望在前面多出什么别的东西来 就是像你刚刚讲到的 这个良好的习惯呢 什么之类就比较像国建署的事情 这样 应该是说有有 呃两种其实我都非常乐见 嗯 像国外比较常用就是这种early intervention 他们会把就是会着重在呃 counseling啊 或者是心理智商这块 然后让一般民众 因为台湾目前吃十几亿科这种药 就是要吃很多啦 所以其实这种early intervention 还没有在台湾implement 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是会会解决 理想状态是什么呢 不是说打1925或1995或1980 而是 呃帮助睡眠 其实都非常有限 那我在想说 嗯 像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有没有可能成为 可以帮政府的 哪一些地方是配合做的 可以接触的地方 像像睡眠医学会 你们有接触过吗 就是 没有耶 睡眠医学会 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就养成每个人每天都自伤的习惯 虽然这是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现在没有这样 但是每个人每天一定会睡觉 你不需要养成这个习惯 听说这是大家的习惯 共同的习惯 对 那所以 就是说你在这个习惯上面去 呃 去把大家常有的一些困扰 和比像说 不知道失眠啊 呼吸中止啊 什么有的没有的 这这些把它变成一个social object 就是大家可以讨论的题目 那这些题目 卫福部当然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补助或者捐助 这些宣导 因为呃 他不会被讲成说好像只照顾一小部分人的 需求嘛 就是因为睡眠是所有人的需求嘛 那这个就比较像呃 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在台湾其实呃 特别在医疗体系 他一直有两个两个逻辑 一个是呃 全民健保的那个逻辑 就是当所有人都会碰到的事情 那理论上应该要几乎没有成本 呃就是对于那个个案来讲 生病也不是他所愿意的 就能够获得某个程度的疗愈嘛 那但是at some point 就是差不多到医美那个地方 突然之间就变成资本主义的逻辑 就是那那你有钱就自己自己付钱 这个为什么要用国家的钱 对 健保这个财务吃紧之类的 所以就是说在其他的国家 他是一个比较gradual的 但是在台湾因为健保制度 就是连牙科都包含 所以就是会有一条很硬的线 在那个之内都是社会主义 超过他都是资本主义 对所以说我花200块的健保可以做的是 为什么我要花3000块资商 对 exactly exactly 就是就是长这样 对所以所以就是说导致说很多创业的人 他很难两边兼顾 他必须要定位 就是你要嘛就是要到这个U型的这一段 说我就是这个教练课这个之类之类 就是看起来就像是你愿意付很多钱 跟健保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医美那边的这个做法 那又或者是说他就要诉求说 把健保的给股增加点数增加 去健保会来讲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 然后去expand他的可及性 然后去拿卫福部或国间 里面包含心理私国间署的补助等等 然后来让他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对创业者来讲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 就是如果你想要两边都做的话 中间那个gap会让你的branding很难做 没错 这个是台湾的特色 对 那所以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 可能你们自己的branding 说不定都要分两块 就是说就是有一个premium service的这个 但是也有就是可能你们的社会公益 推广这个睡眠健康什么之类之类的 那一部分就是比较soft的这个部分 那这部分就可以跟刚刚讲 比较社会主义逻辑 因为所有人都会遇到我所睡眠 我觉得就比较像 所以我具体建议就是说 也许你要找这些 跟大家都有关系的题目 然后做一些比较像是社会公益的这些事情 那至于是用还不像你的CSR的那种概念来做 或者是说甚至是透过一个协会或者一个基金会 就是一个NPO来做 这个是可以想一想的 因为我们很多社创事都有两个组织都有 我们应该是像唐峰刚才讲的是比较贵的那一边 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去承担健保这边这块 所以就是可能是往那边走 其实我们下午也是有跟那个杨育兴委员 就是病毒中心那边要做一个演讲 因为算是交情蛮好 所以我们是联合做一个交流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郑伟刚才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couch space 势必要先要有一个社会议题 那这个社会议题可能也一定会或者是一些 就是说至少你是一个space 所以就你不管你的网站或app或social media 你有版面吗 对所以就是说你在卖你的服务的同时 那你也是某些社会议题的平台 对 那这个社会议题又跟你的核心业务比较有关 但它看起来不像你立刻要买它东西 而比较像是说我跟睡眠医学会 或者我跟其他的这个我们 就是你可以看那个卫福部的国民心理健康计划 那国民心理健康计划里面就有很多卫福部已经认为是公益的 所以可以用讲补助的方式来处理 那所以里面的题目都是安全的题目 了解 所以那你的平台变成帮忙倡导这些事情 那所以你可以从那边来吸引更多人注意到你的存在 那从你的服务的角度来看就不逮留掉你的服务 因为你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面就是只是卫教宣导 你还是要赚钱吗 对 这样子的方式政府会比较好去接触跟 它比较舒服的 舒服的去接触 了解 那除了那个睡眠医学学会 或是国民心理健康计划 有没有就是 因为我知道那个 好像有去过那个新创基地附近 有开过会啊实现过场地 然后好像说 就想我询问说 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孵化器啊 或者是一些辅助是可以帮助 像比较适合我们 这样子的 couch space这样子的理念的 资源 或者是 我们有新创圆梦网嘛 所以你到圆梦网大概就 每一个地方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的资源 大概它有一个总表 所以大概就是 以那个总表为主 那确实新创基地也在我们 社创里面 所以你就也可以去book一个时间嘛 那不管是 投资还是 你刚刚讲到比较像是 孵化等等 创育机构啊等等 那个都是你先看这个地图之后 如果有想要进一步追问的部分 那我觉得都可以去安排一个新创基地那边的时间 那同样的在社创这边 如果你就像刚刚讲到扣核道部会 也想要解决的一些事情 或至少愿意帮他们打广告的话 那这个合作的资源都在这边 所以大概就是以这两个 第一个是以startup为主 那第二个是以social innovation为主 OK 好 对这些我们目前应该都是满 满有兴趣就是去投入这一块 对 就 在看说 因为其实跟很多智商心理师 还有这些演会的人都有聊过嘛 他们其实都是满 满感 应该说满无奈啊或什么的 就是说心理健康啊 或者是心理智商这一块 在台湾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去 好好地去推动 嗯 对 就是这样的问题 这确实因为心理师法 比起其他的专业的医治人员来讲 确实是比较新的嘛 他是 应该是这个事迹才通过的 对 那绝大部分其他的 包含 其实这也有 有点像那个 之前就是护理师 就是从护士或什么 就是独立出来 变成一个专业人员等等 对 那就是因为你既不能完全摆脱掉上一辈对你的印象 但是新一代这个要求你的专业服务 你一开始量能也没有办法完全到那边 所以就是中间会有一个转嫌期啊 这个是确实的 对对所以 嗯没错 没错 因为其实像我们这样的APP在国外是真的是蛮多的 因为他们很多大公司都会 都会给他们的员工福利 不管是CSR也好 或是员工福利都会用这样子的 那可能台湾的话 当然台湾也有中国的潮汐啊 或者是生活金素啊 这些都在排行榜 付费排行榜上面 减十减二十的 对啊如果你会英文的话 那国际平台台湾用的很多啊 对只是说台湾的企业没有办法啊 可能不太好去用美国的Headspace 给他员工或者是中国的潮汐 或者是中国中国的情绪 所以我也没想要切入到就是企业使用这块啊 对嗯 防守CSR企业使用这块 对不知道就是创业其实一开始真的是蛮艰辛的 就是不知道汤凤这边有没有机会可以 引荐我们啊给什么单位啊 或者是不管是可能政府的民间 或者是民间企业啊这些 汤凤有没有 我总得自己用一下这个如果 我用了想要打五颗星才能够引荐给别人啊 我用了如果觉得打一颗星那我应该回来跟你讲 不应该跟别人讲对吧 所以 然后之后可以帮我试用一下吗 对对对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要自己试试看 那好没问题 那我到时候广告一定会投到你的手机 好呦没有问题 好感谢 那 还有时间吗 还有一些时间啊 还有四五分钟看大家 好那其他组员有没有想要询问的问题呢 我们这边可以开放一个问题 有吗 看看其他组员有没有想要问的一个问题 很像刀海哈 OK 好 那唐凤我们 不好意思 没问题啊 没有叫唐凤啊 本来就是 唐凤 其实 还不确定要怎么称呼 我可以拍张照吗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 那 不要这样 截图嘛对不对 应该是吧 这边好像常用截图 还是大家 你们会用 有人会用那个吗 会用这个 这个我会 好 好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摆这个姿势 OK 稍等一下喔 要截图 好 三 二 再一张喔 稍等一下喔 等一下 五 六 来 三 二 好 谢谢 真的 谢谢 感谢这个数位 数位的政委 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碰壁好多次 要是 其实 穿越我就是抱持这一个 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发生啊 可是 很多事情就是 碰到了才知道 原来这么困难 原来 原来这么艰辛 但是就会 骗自己说 其实可以啊 再这样做一下 其实可以 所以 前期真的是会 真的蛮需要各方的 帮助 不管是 其实我有经过社团平台咨询 或者是 新中集体那边我都有 咨询过 或者是 也很感谢就是 政府有 这么多的 管道可以 可以 帮助我们 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还是 最小可行方案啦 就是赶快有 实际的东西 可以看到 那 那我之前 整天在用的 那个 MISS ECO 那个就是 我们刚刚不是在讲 食物外送吗 然后 然后 他们的诉求就是 完全 零废弃的食物外送 那当然就有很多配套嘛 对那 那 他们在launch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就是link tree 然后 丢到wix site 然后完全 等于自己没有写任何一行程式 都是拿一堆表单 然后 后台自己来派案 对那 但是他 那这个当然就几乎零成本嘛 这个立刻就可以加得出来的东西 那但是他只是要把他的价值理念 跟他第一批合作的餐厅 给大家看到说 哦 我们为什么想要减少碳足迹 尽量推广蔬食 什么 这个完全 就是用过的餐盒 你在任何一家餐厅 都可以回收 之类之类 他把这些differentiator 等于用几乎零成本的方式 先让大家先知道说 我们主张这个 那 那等到开始有一批early adopter 包含我之后 那他们现在才慢慢开始 也不是app啊 网站而已 但是那个网站就开始比较像 就是外送的app的样子了 那所以就是说 因为这样子的好处 就是说他不用upfront 投资太多钱 他有多少buy in 他在开发多少功能 对 那我觉得这种小步快跑了 在新创是蛮必要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步要转向哪里 那个市场的状况也不一定 那就像你刚刚说的 很多服务提供者 他现在当然觉得很闷 可是当一打开之后 他选项又很多了 又不一定要你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pivot的速度就很重要 对 我会蛮建议就是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就是真的小步快跑 尽快有一个 你们基本的主张 让大家看到的平台 那这个不完美无所谓 反正这刚好是吸引大家来提供意见 了解 了解 谢谢 真的是真的是很感动 那就 狂风使用过的APP之后 我会再联系你 对 没问题 就是说这个不完美是沟通的开始 就是那是什么 good enough 问你考虑 对 这个good enough的状态 好 谢谢 OK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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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